好来看到花莲县政府农业出办理 112年花莲海洋聚落创业基地计划 产业推动即海岸资源盘点的工作方 那么创业培力的课程 在26号的上午花莲渔港向日广场来举行 希望透过课程能够再一次盘点花莲的渔村 如何以生活再走出属于自己的亮点 让渔业枯竭的大环境 产业找到转型的新契机 这次的课程特别邀请到台湾休闲渔业协会 以及资策会数位转型研究院讲师 为花莲在地的渔村工作坊 剖析在大环境渔业资源枯竭的情况之下 如何借由在地的优势创造出新的产业新契机 今天这两天我们有其重要的意义 其实是要编读 就是要转型 可是转型不是换电 是我们从第三方的角色来写到地方 来找到我们的核心 如果是渔网 假设是最长 应该只哪个角度去接是有机会 这个答案都不在我们身上 在地方 而且今天是研究所的 不是那种大家来查个上的那种 不能走 我们接下来的第三场第四场就要到你家 那我们希望的是用一点点的方法来引导大家找到我们在花莲可以做的事情 这是找到这里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这里刚整修完各位 可是审查委员 所以我压烟很大 好不容易这个地方得到我发挥一点知识 那有没有机会从这个点开始做 我听到的都很难 然后我目前听到的都是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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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各位 最长的时候下来创业比较容易丢的那种 花莲是一个永续生活的一个时代 所以你过年车会觉得 你平常怎样去照顾来来 你平常怎样去认识的环境 这也是实际要去认识的 那这样子有 因为永续后面会带来很多可能的上级 我们会不会陆续谈到 所以这个是一般的永续 第二个叫做数位分析 各位应该都听过数位分析这个字 其实它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各位应该都会留在网络上卖过东西这些情绪 那因为透过网络拍东西这些资料 慢慢去搜集消费者的喜好 你就会去判断 哪一类型的人喜欢买哪一类型的商品 然后甚至会转换成 我肯定做 其实做这样的礼物 像是你做不一样的礼物 也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这件事会不会带到一个感情 后面会是对象 就是一个对象 因为你一般要做一个转型 你要去确定清楚 你要卖一个对象是谁 透过民众的参与倡议 离海价值 发掘人为土地利用 与海岸自然环境共生 共存的在地智慧 建构海洋资源维护的地方参与 以及管理机制 三天的课程除了加强保育的观念 促进民众对于海岸空间 环境的议题认知之外 更需要积极投入地方创生的做法 使海岸环境保育和产业创生 一同打造渔业资源的永续发展新模式 记者林杰 华林市采访报道